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八次高官会议在泰国的曼谷登场 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地引发了台湾朝野的关注 另外四中全会公报出炉 在两岸关系上强调一国两制祖国统一 有分析认为人治变法治 法治才是两岸心灵气壳的开始 台湾如何看 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到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 从各种角度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欢迎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 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此的看法 400-120-0551 那么首先呢 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 时间交给VOA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 谢谢荣香 我们来关注新闻 香港民主抗议人士取消了定于星期天开始的市民投票 他们原定让市民就占中行动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新步骤进行表决 上星期二呢 港府和学生对话之后 香港当局提出将致函中国中央政府 转达抗议者对北京决定 在2017年选举的时候筛选候选人的不满 目前还不清楚市民投票是否将改期进行 自从9月底以来呢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在香港多处安营扎斩 呼吁亲北京的特首梁振英辞职 要求北京允许举行征朴选 10月21号病逝的中国民主人士 意见学者陈子明的追悼会 星期六上午在警方严格的监视之下 在北京举行 大约300名的亲友等参加 陈子明的灵鹫呢 随后被送往火化 据报道 陈子明的好友 北京大学知名学者郑也夫教授知道词 高度评价陈子明为中国民主宪政所做的贡献 包括张立凡 张千帆 孙立平 荣健 施滨海 徐有余 王立雄等自由派人士出席 以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四子赵二军 助手鲍同等人竞选了花圈 大批警察是在现场还有周边监控 但是没有干扰追悼会 不过包括民主人士何德普人权活动人士 胡佳学者陈永苗 作家莫知许在内的十多人是被警察阻止参加 广州的作家野渡近日赴京参加追悼会 在火车站被带回 被当局定位六四黑手的陈子明因癌症逝世 中年62岁 陈子明曾经参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 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以及八九民运 六四后被判刑13年 2002年获释 陈子明1981年首次提出宪政国家和宪政政府 并有几百万字的相关注数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 前往埃布拉疫情严重的西非访问 能推动其他国家为抗击埃布拉做出更大努力 鲍尔将访问几内亚 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他星期六对记者说 了解第一手的情况的好处 大大超过他所说的几乎不存在的风险 鲍尔将访问西非的抗击埃布拉协调中心 并会见政府高层官员 和在当地协助防治埃布拉的美国医疗专家和军人 另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批准使用美国公司研制的两种检测埃布拉的新方法 新方法通过咽血或者是咽尿 只要大约一个小时就能测出患者是否感染埃布拉 而目前的方法呢 则需要24到48个小时 乌克兰人星期天投票选举新议会 那么新鲜的选举是首都基辅今年初爆发街头抗议活动以来 首次举行的这个议会投票 那么抗议活动迫使莫斯科支持的领导人亚诺科维奇 二月份逃离新欧洲的波罗申科政府上台 好的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国际新闻 小岛堡垒化 大岛阵地化 台湾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 自中全会公报出炉 一国两制 祖国统一 对南关系有何含义 海峡冷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10月2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张荣香 返东您休假期间由我代理主持 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 南中国海争端以及台湾如何看待四中全会 今天晚上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荣香您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荣香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 我们将聚焦探讨两个话题 一个就是目前在南中国海 所发生的这些领土 还有这个领海的争端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要讨论中共的18届四中全会 刚刚闭幕的这个四中全会 所强调这个以法治国 以及其他相关的跟这个两岸有关的一些议题 是否对于两岸 还有中共未来的这个政策 有一些什么样的走向跟影响 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 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在台北内为大家所请到的 是台湾的政治以及两岸交流的专家 践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 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 严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 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荣香我们介绍 今天晚上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谢谢博弈 也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呢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 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赵全胜教授 赵教授欢迎您 好两位主持人还有严教授 你们好 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来位来宾提问题 或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呢 请拨打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请拨打00-801-148-940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现场连线 人在京中的美国之音 驻香港记者海燕 为我们介绍香港战中的最新进展 海燕你好 你好 您在线上 首先要请问您 就是预计是今天呢 是10月26号 也就是战中呢 进入了第29天 那原定一下 今天晚上还有明天 举行的广场投票 为什么突然取消呢 对 这主要是战领区内部 参与这个战领运动的不同的团体呢 他们内部分歧比较大 就是说对这个议题的设置 技术操作 以及其他的问题呢 他们认为没有经过充分的协商 没有跟战领区的示威者呢 这个磋商不足 所以呢 在经过今天上午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磋商之后呢 认为到目前为止呢 先搁置这个投票是比较好 就是对于凝聚团结 这个各个战领区 以及各个团体 还是有好处的 好 那么战领区目前示威者对这样的决定呢 反应如何呢 对 这个今天下午呢 这个参与这个决策的不同的团体 学民 学联 占中 还有泛民 以及其他的民间团体呢 他们举行一个联合记者会 对 这个各个战领区的这个示威者呢 表示致歉 认为呢 他们接受教训会 以后呢 就不同的议题呢 更加进行更多的 跟这个战领者进行磋商 所以呢 这个战领区的这个民众呢 反应基本上是比较积极 一些人呢 也表示失望 但是很多的人呢 就表示说 这个投票进行不进行 没有所谓 因为呢 他们认为政府呢 应当对他们的诉求 早有了解 已经也非常的清晰 少数人呢 表示这个失望 所以呢 整体反应还是 比较不错 我今天也跟战领区的一些人 进行了交谈 他们都认为呢 这个取消这个投票呢 不会影响他们 坚持他们的诉求 也不会影响他们 坚守的这个决心 另外呢 戴耀廷教授呢 他也强调 就是说 取消这个投票呢 不代表这个运动呢 有停止 还是要继续向前推动 对 从现场后面可以看到 即使取消投票呢 现场的民众还是很多 那刚才看到记者会上 也有许多采访的媒体 那么有报道指出呢 港媒的记者 在星期六晚上采访 亲中团体 集会的时候呢 遭遇袭击 受了伤 具体呢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对 昨天有三个亲北京的团体呢 他们在尖沙嘴的中楼旁 举行烛光集会 声援警方 要求警方执法 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大量的媒体 去进行采访 其中呢 无线电视台的几位记者呢 受到了这个 非常严重的这个暴力袭击 有一些示威者呢 最初是认为 不满这个无线电视台 他们没有现场直播 他们的集会 所以呢 先攻击一些 一位这个摄影记者 但是在现场的 无线的另外一个记者 和另外一个现场记者呢 就是到现场去解围 帮助他们的同事 结果呢 也受到围攻 他们受到这个辱骂 拉扯 推嗓 拳打脚踢 她的衣 有些两个人的衣服 都被撕烂 而且呢 这个身上 脸上 都有受到不同的 这个受伤 另外呢 还有一个 就是香港电台的 一个女记者呢 在现场采访呢 也受到 这个集会人士的攻击 被推倒了 而且呢 在倒地的时候呢 还被人踢 背部和腰部 身上的多处瘀伤 这个情况呢 引发了这个各界 广泛的关注和谴责 也希望海燕 您在采访的时候呢 希望人生一切都安全 一切平安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 海燕在香港 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正式进入 今天上半场的讨论 谢谢 台湾政府官员表示 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 七个岛礁上填海造路 有五个是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所核定 目标是 小岛堡垒化和大岛战地化 此外 中国海军司令 吴胜利在九月下旬 史无前例的 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到这些岛礁一一视察 也包括在永淑岛举行的 三军联合操演 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 已经有全盘的战略规划 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 两岸关系只能进 不能退 如果避免两岸因此发生冲突 而两岸之间有哪些危机管理机制 可以避免误判 台湾朝野立委要求 应该让海军陆战队 重回太平岛来防卫 是否明智呢 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要请问在华盛顿演播室的赵全胜教授 赵教授呢 我们常常看到呢 有关南中国海的争端的相关新闻 的森索国的有关的船之上发生这样的冲突 那么两岸之间应该为了避免这样误判呢 有什么样方法可以防您看法如何 对有这么几点啊 一个呢 是南海东海的争议啊 基本上是跟东海是跟日本 那么南海呢 菲律宾越南还有其他一些这个伸索国呀 那么两岸在这个方面的立场呢 相对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说都是这个中国的老祖宗留下来的 当然有的一个部分是说是属于中华民国 一个中华民共和国 但是呢 从中华民族这个老祖宗这个概念上是比较一致的 比如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 两岸一起呢 来跟日本都发生过争执 那么南海大概呢 也是这样 当年这个毛泽东还在的时候呢 跟越南打过一场海战 那么打海战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报道 说中国的海军路过台湾海峡往南这个池源的时候 当年蒋公还在嘛 据说呢 也是说默许这个过去来跟越南有这场 所以这个有一个坊间呢 有一个说法叫这个兄弟登山 各自争先 就是呢 不必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个真正明显的一个合作 但是大家有一个默契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不认为呢 两岸之间会发生 而且这个大陆呢 这是第一点 两岸 第二点呢 这个大陆在这个方面建立的这些行动啊 刚才讲到这个永暑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 这不是现在才开始 几年前就建立了三沙市 当年建这个三沙市呢 就是来这个宣示主权 而且这个目的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当时的菲律宾和越南 那么现在呢 加强这个军事上的部署 恐怕跟这个菲律宾也在做嘛 有些事情 比如说购买像从日本啊 什么购买一些军舰啊等等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这是也是大陆方面的 一直在做的一件事 第三点呢 这个台湾方面一直在讨论 要加强太平岛 而且前一段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我也经常去台湾访问吧 访问期间呢 也听到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越南有可能呢 要趁烯的来把这个太平岛搞一下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这个台湾方面的驻军的力量 是不是很足够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议论 那现在这个议论又加强呢 当然又出来了呢 这也是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台湾应该加强在太平岛的 从台湾自个的利益来考虑嘛 第四点就是刚才讲到这个 马英九总统的这个说法啊 我觉得是很必要的 就是尽管两岸在大的方向 目标上是一致的 在这个问题上啊 在领土这个问题上 但是呢 具体的一些这个防止这个误判 这个一些这个危机预防 危机管理这些机制 恐怕都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主要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对的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其实我们听到一些分析提到的时候呢 其实因为由于南中国海问题 东中国海问题也是一样 这是非常牵涉敏感的主权问题 那么为了避免两岸关系呢 因此出现了风险 那么有学者认为说应该要模糊化 然后台湾当局是避免跟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所以这个报道已经出来了 那跟越南那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一个一个争执的嘛 那么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刘振民呢 也到泰国去 所以泰国也正在讨论 所以这一系列的活动呢 说明这个大陆跟这些争执的方面 也是在探讨怎么样能够 其实大陆就算是跟菲律宾跟越南 现在的也符合大陆自个儿的利益 也符合这个东盟也好 东协也好 各方的利益 就是说呢 要把它还是要保持一个和平 不要出现这个军事的争执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就加强这个协商 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两岸虽然没有像刚才我讲到的 这种这个高调的 这个高官出访 但是我相信呢 内部各方面的渠道 应该是差不多通的 对 您刚才想要留证明 那个要到那个泰国的卖国 其实就是那个 因为之前的南中外行为宣言 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那这次呢 希望写上来达成一个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教 在台北的闫教授呢 您对于两岸之间呢 尤其在太平洋 台湾的朝野立委呢 都提出这样子的说法 太平岛呢 应该要让海军陆战队重新回去 来加强防卫 您看法如何 是否明智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 要回到我们自己 本身现在需要 我们现在的 整个国家发展政策的重心在哪里 因为通常立法委员 都是在执行的时候 为了一个议题 然后就把这个议题升高 但问题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可能现在目前更重要的是 台湾的经济 教育 还有这个安全 包括像食品安全等等这些 属于内政 对外我们要慕邻 因为我们受到中共的这个打压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开展 跟东南亚的一些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说 我们对于 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 东沙跟太平岛 我们长期 长期在那边有驻军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 当然要宣示主权 但是很低调的来 来从事就可以 我觉得不必要在这个 节骨眼 去惹太多的这种是非 我觉得还是要尽可能 去跟周边的这些国家 发展更良心的互动关系 跟周边的国家来 更发展更良心的互动 其中东南亚国家联盟 中国所谓的东盟 台湾所谓的东协 今天这个星期开始 在泰国曼谷登场 第八次高官会议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 那个杨教授 就是美国官员 高层官员不止一次来说过 因为台湾也是南中国海的 双锁国之一 那美国基于此点也鼓励台湾 跟有关的国家来进行 这个对话 但是台湾呢 并不是东协或是所谓 东盟的成员国之一 如何来通过外交谈判 来取得解决呢 您能看吧 这个地方就很矛盾 因为我们之所以没有要跟东协谈 主要因为是北京方面的这个因素 因为我们跟他们没有邦交关系 但是我们又是很重要的存在 北京方面也希望我们跟他合作 问题是说 如果北京没有正视我们的存在 我们怎么跟他合作 我们一定要上谈判桌 一定要加入中国跟东协等等 这些国家至少一起开会 那我们要 即便我们要为中国这边讲一点话 我们也才有可能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卡的问题 还是在于 北京对于两岸关系的这个界定 尤其中华民国这个存在 他一直不愿意面对 那他现在只希望说 我们能够支持他跟他一致 可是我们实际上是没有 没有发言的机会跟权利 所以我觉得赚来赚去 还是在于这个北京这个因素 目前还是让我们无法往前走 也因此我认为说 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 我们对于我们东沙还有太平岛 我们好好的去经营就可以了 我觉得不必要再去做一些 超出这个范围的一些 而引起跟周边关系的一种紧张 谢谢严教授的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 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他继续和两位来宾来进行交流 博弈 好的谢谢荣香 那么我们也提醒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 我们美国之音所提供的免费电话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针对我们所提供的几个主题 来提出您的看法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在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 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 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荣香提到的这个东协 或是东盟的一个角色 那就让我想到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记错的话 先前在这个缅甸的首都奈比多 开了这个东协的外长会议 本来好像日本跟几个 想联合几个跟中国大陆 有这个海权纠纷的国家 想要发表一个 可能是谴责的一些宣言 或者是一个希望中国 不要寻衅声势的这样一个宣言 但是最后并没有发表 那么这个时候 有这个政治观察家就说 其实在这个东协 或是东盟的内部呢 也有分成这个亲美派跟亲中派 所以这个东盟 或者说东协内部 其实这个内部也是意见分歧的 那不知道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是不是有亲美跟亲中 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在东协或者东盟里头存在 想请教您 就请教赵远生教授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啊 今年的这个东协东盟啊 大陆叫东盟 台湾叫东协 这个轮值主席啊 是缅甸 明年是马来西亚 他轮着来嘛 刚才博弈你讲的也很对 他尽管有十个成员国 内部的所谓这个老东盟 新东盟这样的一个说法 也有说海洋东盟 大陆东盟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了 他们自己呢 是要坚持 不但要有内部的团结 而且还要 所谓的东盟中心主义 就是由东盟来主导 区域的安定 你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 这个像十加三 十加六 十加八 还有东盟地区的 这个亚洲地区的安全 还有东亚的峰会 这些都是东盟在积极的 触动的 那么刚才讲到内部的分歧呢 这也很自然 因为不是这十个国家 都在南海问题上有争执 你比如说缅甸呀 泰国呀 这个还有这个柬埔寨呀 这些就就没有争执 对吧 他不是一个新加坡 这个都 但是像菲律宾呀 越南呀 包括其实马来西亚 印尼呀 这些还是有有争执的 那么有争执和没争执 他里面就有不同 这是一个 再有呢 跟大陆之间的这个经济关系 怎么样 跟美国的关系怎么样 这些都是一个可以考量 我曾经呢 讲过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说呀 现在实际上 在东亚地区呢 出现了两个不同的 这个吸引点 或者叫支柱 一个呢 是安全方面呢 是以美国为主导的 因为美国他 这个在亚 东亚地区呢 一直占据一个领导的一个地位 在经济方面呢 大陆慢慢地呈现出一种 这个领导的态势 因为呢 大陆经济崛起 那么跟东盟的所有国家呢 他都是第一位的 这个经济上的 这个贸易的相关国家 那么投资各方面的力度都很大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这个像东盟国家呢 他就有一个两难 在经济上 他要基本上要靠着中国 在安全保障方面要靠着美国 所以这个也是很 很自然的一个发展 是好的 谢谢赵全生教授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想请到严建发教授 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您刚也提到说 这个台湾之所以没有办法 在这个东协当中 寻求一个 自己的角色跟地位 其实好像北京方面的作梗 您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但是 在这个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他是希望透过中国 走向世界啊 那么马政府也不断强调说 我们有中华民国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免签的国家 等等之类的 但是好像在遇到这种 国际上的一些要需要协商 或者是这个需要保卫 我们中华民国自己的权益的时候 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使得上力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做呢 就是说 或者是请您来评论一下 透过中国走向国际 这样的一个途径 目前看来您觉得还是有效的吗 现在目前看来也无效 因为譬如说我们要加入RCEP 或者其他的这个经济组织就很困难 但是姑且不谈那么多 回到这个南海这争端问题 问题像我们现在去 去我们也不去扩建这些岛 我们也不扩均 扩均对我们也没意义 所以我们去卷入这种增值 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利益的 只有损失 损失大于利益 那当然一种心理如意的这种 对主权宣誓一定要做 至于说要怎么去合作 你跟中国合作 可能美国那边会不高兴 但你跟东协这边合作 中国大陆也不高兴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说低调处理 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有的 这个东沙太平 这是我们长期拥有的 我不认为说越南会来占领 因为这会启动另外一个战争 会弱人口实 国际社会也不会允许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就低度的 低调一点来处理这 我们拥有的就OK了 所以我才会提到说 我们到底目前我们国家关心的是什么 千万不要因为一个立委 或某几个立委 因为直选的议题 然后就把这个升高 那这样我们永远没有一个 国家发展的次序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荣湘 好了 博弈 那目前海峡南岸的听众 还有观众朋友们 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的来宾 请问或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 400-120-0551 台湾的听众请拨打 00-801-148-940 那目前我们已经有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线上 首先我们请湖南的张先生来向我们的来宾提出问题 或是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湖南张先生 你好 听得到吗 是的 请说 喂 听得到吗 请说 你好 荣湘好 这个华府的嘉宾好 我想谈一下我看法 关于这个南海问题 过去中国一向是隐忍 越南占岛 当时这个先总统讲功 画了十一段线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中国大陆绝对会下来的 现在中国大陆呢 就是希望在这个台湾前乱 这个西拉里提出呢 这个重返亚洲以后啊 对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 你像最近的战中问题 南海问题 东海问题 中国的压力很大 对中国大陆现在只有 拉欧洲 靠国 只有才有这个办法 所以我想问一下 那个赵教授啊 最近中国牵头啊 成立了这个亚投行 有的说是对美国的资本霸权 来个釜底抽薪 你的看法怎么样 请教一下 谢谢 再回来这个问题之前呢 亚投行的问题之前 也是很多关注 我们先来 今天先回到讨论的 南中国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 来自彰化的姚先生 您的看法还有问题 太平岛离我们太远了 他的那个武器系统 包括他的空中 空中 那个很可能 那个性交流这类的东西 他我们都没有 我觉得我们 还要再补充啊 那个武器都要 都要再加强 不然呢 而且我们要 也要合作 不然 那个太平岛 是不再跟他 回关人 谢谢 对 姚先生的那个声音有点断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 来自河南的高先生 您有什么问题 或是简短发表看法 高先生 高先生您在线上吗 可能由于技术关系 电话断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 来自台北的 谢先生 谢先生您对两位来宾来发表提问 或是看法 喂 喂 请说 请问在太平岛 挖地下碉堡或隧道 挖出来的土方 可以天海造路 地下隧道 可以长10公里 或100公里 你这样的长度 是不是可以挖到10亿 那这样的经费 可能是在10亿左右 或者以上 一公尺一万块 是否符合经济效应 周边国家 是否会有严重的抗议 还是他们也会 从中可以获利 互惠互利 资源共享 那所以C130 是不是可以改装 成为加油机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 来自台北的 肖先生 肖先生请您向 两位来宾提问 或是简短发表看法 肖先生 你好 你好 那个教授说得好 那个谁倒谁先 谁赠谁赢 那那个安全的设计 就是在马锡会 这个建议热线 这个是最快 对 这种安全机制 香港战略的话 是应该要进入 这个香港政府 本身的立法 这个立法 港府的立法 才有公信力 那第三点就是 那个大陆 这个是现在正式开始 是按照国父的宪政 来实施 可是跟着他这个民主宪政 是有一段距离的 因为他现在是一党独大 那时候希望是说 大陆上面能够开放多党 那就正式进入了民主宪政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 来自台北的 陈先生 陈先生请您向 两位来宾提问 或是简短发表看法 喂 是桃园还是台北 桃园 请说 你好 我想这么说 我认为说是 不但陆战队应该回到太平岛 而且海空舰也应该进驻 今天南沙群岛 所有造成这些问题 主要是因为 李登辉跟陈水扁 时代的无人 导致于菲律宾 占入无人岛 然后跟着越南进入 如果你不强化那个地方 跟海空军实力 那么会变成当成傻瓜 人家把你赤若无堵 你以后根本 连讲话的余地都没有了 至于说是 东协那些问题 那当然不用问 东协中间有利害有不利 但是他们要 依赖美国 也只是少数国家 他们要考虑到一件事情 那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们跟大陆的接壤 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他们绝对不只是打了海军 他们也必须要考虑到 陆面陆地的问题 所以他们会投鼠忌器 可是菲律宾不一样 菲律宾当然是因为 它本身实力太弱 如果它实力够强的话 你要说是 国际社会会反对它 我不认为 用钓鱼材来说 明明是我们的岛 美国都交给日本 那不用问 如果是菲律宾打下太平岛的话 美国跟欧洲一定是支持 而不是所谓反对 好 谢谢桃源 姚先生您这位先生来的观点 他认为美国和欧洲会支持 那么接下来我们收听 接听来自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 那么我们首先要请教 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教授 您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好 刚才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好 大概归纳起来有两个大方面 一个就是关于南海岛屿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大陆内部的一些问题 那么岛屿的问题呢 几位先生的观点都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如果从反着说 桃源的陈先生强调要强化太平岛 台北的肖先生要强调 两岸要建立这个热线 特别是马锡之间的热线 那么这个台北的谢先生呢 也提到了这个挖地道 还有石油在太平岛 那么这个张化的姚先生呢 也强调了两岸的合作 这个问题上要合作 最后湖南的张先生呢 提到了十一段线 现在叫九段线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从不同的角度啊 都涉及到几个方面 一个是历史的渊源 因为这不是今天才开始 当年中华民国蒋公在的时候 就搞了一个十一段线 由于和越南有点当时啊 谈判所以现在变成九段线 那么这个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现在国际上呢 也有很多的说法 那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提到的两岸合作 这样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如果是马总统和习主席之间 能够有一个热线的联络 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这个两岸的关系 这个当然了 能不能进到这一步 现在还在过程中 这一次马上就要召开的这个APEC 原来这个咱们马先生要过去嘛 现在也没有弄好 那么也可能在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在他在任期间 那么其中特别还讲到了这个 一个就是如果这个太平岛不加强啊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变 那么这个也是 因为当年呢 从大陆也好 从台湾也好 都有一个力量不足 在这个情况下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以至于到了八十年代 都有一些陆续被占 这样的一些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关于亚投行 亚投行这个事啊 他是这样的 应该说是中国在加强自己的一个声音 这样一个做法 我们都知道在国际上有世界银行 在亚洲呢 有亚洲发展银行 这个有日本 这每日都在一起主导作用 那么亚投行 还有这个提到金砖 五国的银行 这都是在大陆主导下 那么其实这也是中国崛起的一部分 我前一段看了一个 这个大陆和专家们的一些讨论 其中提到这其实就是一个互补 不一定就是一个挑战性的 而主要是要适应大陆的这个经济的崛起和经济的发展 另外呢还补足呢 就是在亚洲地区资金不足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个力度并不是 虽然比较大 但是比较事业银行 比较亚洲开发银行 还都是比较小 所以正在启动阶段 非常谢谢张教授您的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教在台北的严教授 您对于听众和观众来电 有什么样的回答 严教授 让低度处理 我的想法是现在目前大家在争 然后美国也在看 所以它有个自然平衡在那里 我不认为这个时候任何国家会去侵略我们的这个东沙或者太平岛 那我们要东沙太平岛要投入多少 我们要看我们现在的经济利益跟政治利益 政治利益显然是没有 因为我们再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是联合国议员 我们国际空间拓展不出去 所以政治利益不可能有 经济利益 这两个倒缩在离我们太远 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可能低度处理 保障既有的这样一个存在 就是我们的最上策 谢谢 好 时间来到39分 那么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 那么自终全会公报出炉 台湾如何看待对两岸关系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海峡论坛的深度分析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新闻网的一合一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土质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台湾那么多了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前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九点海峡论坛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 今天晚上海峡论坛 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 四中全会公报出炉 在有关两岸的部分公报指出 依法保障一国两制 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 依法保护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权益 相较于三中全会公报 四中全会公报 更加强调一国两制 在香港战中的背景之下 纳入相关的文字 有什么特殊凡议 对两岸关系又有什么影响 此外依法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 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 是否会因此社会 海峡论坛 今天下半场节目 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那首先我想请教 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 对于四中全会这样的文字 有什么样的含义 那您觉得对于两岸关系 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看点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到了这样一个拐点 提出了以法治国 而且以这个为中心议题 这个还是第一次 整个四中全会在讨论这个事 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发展历史上 应该是有意义的 那么具体到两岸关系呢 大概应该有这样三个方面的 实际上的好处 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 那台商的在这个大陆的投资的 合法权益 会有一定的这个法律程序啊 来得到这个保证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在两岸交流的这个机制上 刚才我们讲到有很多这个水下的一些作业 有些东西可以浮出水面 正式的把它机制化 按照一定的法规来处理 你比如原来提到的这个 两岸要建立办事处之类的 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实现 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在国际上啊 由于你是依法办事呢 国际观察这个问题也增加了透明度 所以在这个三个方面呢 还是有好处 当然了最根本的还是如何的去执行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现在简单的再讲一下 一个从大的格局来讲啊 其实也涉及到两岸关系 也涉及到刚才看到的香港的一些发展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最近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Francis Fukuyama 就是福山教授 他不断的推出他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最早他是对吧 这个时代的终结啊 民主的胜利啊 那现在他又有新的一些想法 那么新的想法呢 前些日子我们把他请到美利云那学 做了个讲演 他大概提出 他说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 要有三个支柱 第一国家治理能力 第二法治 第三民主 这三个是缺一不可 所以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他讲到他说有的国家呢 这个国家治理能力不错 但是民主和法治弱一点 有的地方呢 民主好像搞得不错 但是国家有的比较乱一点 他治理能力差一点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说怎么样 要有一个平衡 其实这个福山他把这个顺序啊 还说成是这个国家的治理能力 然后是法治 然后是民主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适用于香港 香港呢 有民主诉求 上次我们讲到了 但是这个法治也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一个稳定 那么大陆方面呢 这个治理能力比较强 法治相对弱一点 民主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那么在这些方面如何加强 都是一个说法 所以在这方面就有一个 如何能够实现一个平衡 来得到这个国家的治理 这个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恐怕也是这样 非常感谢赵教授您的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教在台北的 严教授呢 对于这个是 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了 一国两制依法来推进 祖国统一 这个法是什么法呢 由于台湾没有基本法 那么这个法是不是指了 反分裂国家法 那么台湾各界对此的反应如何呢 教授 是 我想刚刚赵教授讲得很好 就是有关于这个民主法治 还有治理这三方面 是缺一不可 那这一次 四中全会把这个 依法治国提出来 等于高调的把法拉出来 换句话说 对于民主方面 他们可能就是很清楚的 画个界限 不跟西方玩西方的那一套 这个多元民主 或者多党的这种体制 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 回到这个两岸关系 跟这个中港关系 他们大概就会坚持他原来既有的 包括对香港基本法 其实他这里面 他并没有特别强 他只是谈到说 要依法来落实这个 一国两制的这个实践 那换句话说 还是在指香港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有不同的这种论述 有些认为说 战争行为 可能会冲撞的 这个一国两制 也许就是另外一种 港独的声音会出来 那另外一种就是 一国两制 已经要走向一国一制 这样一个可能性 那我认为说 习近平这一次 把这个一国两制 还有依法治国 这个把它放在一起 一起来谈 可能是要告诉 这个香港或者世界 或者其他对台湾来说 就是要恢复到 原来他们所设定的 一国两制的这个基本点上 既不往前 往一国一制 也不会允许这个 港独的这个出现 我想可能重点在这个地方 好的 非常谢谢严教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 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他继续和两位来宾 来进行交流 博弈 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 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这一次 这个四中全会 您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依法治国 是这一次全会的 一个主轴跟亮点 但是回到香港的问题 我们想请教您 就是好像目前香港 跟北京方面的争执点 在于说 对于一国两制的认知不同 那么香港有一些法界人士 他们认为说 当初所提出的 这个一国两制的概念是 这个大陆当然是适用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而香港就是 以这个基本法来运作的 不过从这个 今年的一国两制白皮书 推出之后 好像变成说基本法 也纳入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架构之下 这跟当初1984年的 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他们的认知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也会 不禁让人怀疑说 这个依法治国 但是法律的解释权 好像会在这个中方来讲 好像是会跳动的 或者是说 好像没有一个最终的 一个解释的定 就是定夺 不知道这个您怎么看 就是说这个法律 要怎么样在中国 树立它的权威性 而不会让人质来超越它 这是不是目前 中国在治理上 仍然需要有待克服的 一个问题呢 对 你提到国义 提到这个问题是很好啊 我是这样觉得 这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个层次呢 我们来看大陆的这个历史啊 从毛泽东时代 到邓小平时代 到现在习近平时代 应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甚至于有人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中一个呢 就是一个治理的问题 当然了改革开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了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 是法大还是党大 这个呢 其实是一直在争议的问题 当年彭真呢 他这个解放出来以后呢 就提过这个问题 那么这次这个习近平 这个四中全会 提出依法治国呢 实际上是把这个法呢 重新给他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刚才那个台北的肖先生 也在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一党专政的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再说关于这个 基本法和宪法 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国两制 这样的一个问题 刚才问到的 我是这么理解啊 在具体治理 具体实施方面呢 是基本法来进行 恐怕在当时 就是有这样一个理解呢 就是最后的解释权 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还是在北京方面 也就是说 如果是基本法和宪法比 在当时的一个制定 就是宪法高于基本法 这是我自个儿 个人的一个理解 当然这个呢 还要回个头来看 那么当然 这跟今天的民主诉求 这是两码事 这个学生们提出一些 民主诉求要求 这些声音呢 现在已经都被国际上听到了 所以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 词色上的一个问题 好的 谢谢赵全盛教授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也请教 任建发教授 就是您怎么看待 这个所谓 在这一次的公报当中 所提出的这个 还是中共还是坚持 以这个一国两制 来推进这个 这个国家的统一 那么也回应到了 先前这个习近平 在接近 在会见台湾的 这个统派团体 也提到了 就是和平发展 一国两制 就是好像 又把它的这个 大家觉得说 这个就是 其实在习近平 主政的时候 跟台湾 这个交流的 一个最终的底线 其实还是要回归到 一个中国 就是一国两制的框架 那您觉得 是不是其实 大陆从以前到现在 这种态度都没有松动过 也没有改变过 应该是没有 但这里面有点不大一样 是中港关系已经确定 它就在基本法里面 有规定 刚刚赵教授讲的没有错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宪法底下 所以基本法是 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所赋予的 这个所谓的自治权 那这自治权当然有 行政 立法 司法 还有终审权 那只是说 北京有没有偷渡过 偷渡过多少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目前在处理两岸 他们也是希望 用一国两制 只是这个所谓的一国 到底是什么内涵 认为将来是可以协商 但是一定是 以北京为主的 所以他这个一国两制 还是没有脱离 他的三段论 就三段论 就是最终 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框架 所以在这方面 因为为什么他现在还不愿意 承认中华民国的一个重要理由 所以在这地方 就是说 他对于两岸 似乎还留个空间 就是让两岸来协商 结束敌对状态 然后政治协商 他看协商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 这个是 就是说站在统派方面 他们会有期待 把这个框框放大一点 站在独派的角度 会觉得说 这根本就是个鸟笼 我要另外发展一个国家 我不愿进入你这个两楼 即便这个两楼非常大 非常大 但是我要成立另外一个国家 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观点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若香 好 博弈 我们现场已经有三位来宾了 三位听众打电话来询问了 那么首先我们来接听来自高雄的柳先生 请您发表评论 或是向两位来宾提问 喂 那个 那个香港这个 站中反正问题 我那个亲戚打电话 很好聊 其实 战中的人只有两成多 真正反战中的有五成多 所以我们台湾政府实在不应该在那边火上加油 应该说表明立场和平解决就好了 你看看我们台湾 那个马政府 光是食安问题和太阳花都搞得一叉幅度 有什么立场在那边说三道四呢 应该表明和平解决就好 那个香港的主权是大陆 我们在那里火上加油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真正反那个只有两成多了 他们需要的是经济和平 香港发展嘛 你在那边闹对什么 你看五成多反对呢 你在那两成 两成在那边你看 不像话嘛 我们台湾的自己的问题一大堆 在那里说三道四实在没有道理了 只能表示和平解决这样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好 谢谢高雄的刘先生 那么接下来时间不多了 我们再来接听来自河南的李先生 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 会是简短的 发展我看法 李先生 喂 你好 我是想说就是说那个 它不是那个前海造地 我觉得这个现在都全球化 世界都一体化了嘛 是吧 这个就是前面 只要被污染环境就行了 是吧 还有就是那个 还有一个是那个 说的那个什么 就是法治啊 我觉得法治 其实就是这个 对 好 李先生 今天谈的提论 相伴场是谈论四中全会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只剩下不到两分多钟时间 那么先请 现场的来宾赵全胜教授呢 用大概一分钟时间来回答提问 就是总结 好 那个就是 既然高雄的刘先生提到 这个香港在中 我就以这个为结论吧 就是说刚才讲到 只有两成的 我看这个估计也差不多 因为现在民心呢 还是要求一个和平安定 要求发展 前段那个不光是 港首梁振英在呼吁 我看到一些像大的商家 像李嘉诚这些 当然你可以说 他有他的利益了 还有一些民众都在呼吁 说而且还有一个说法 如果是造成了 香港地位的下降 为了这个问题造成了负面 那么最后买单的 还是香港的老百姓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有一个见好就收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和平安定 把这个声音听到了 然后下一步慢慢继续解决 恐怕这也符合 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 这个治理啊 法治啊 民主啊 这个三个三项大的这个原则 非常谢谢赵教授 您的总结那么大来呢 我们来请台湾的 严建发教授来做结论 并且回答简短提 这些上论的简短提问 刚刚刘先生的说法啊 我是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 部分同意就是说 当然 马政府应该更集中在 我们台湾内部的经济 或者像食安这些问题啊 这确实是目前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 那应该更集中在这上面 但是对于香港这种民主自由的 这个声援也必须要有 因为台港在针对 对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一个发展关系 我们可以说是存此相连 假如香港没办法争取更多的这个自由 那对我们台湾这样的 跟这个中国大陆互动 我们也会吃很大的亏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 或者说我们站在普世的这个价值 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去支持香港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 我们不能够花地自先 或者至少闷钱血 这样对我们来讲 不见得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跟分析 也谢谢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热烈的参与 那么尤其要感谢的是 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 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感谢美丽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赵玄胜教授 谢谢主持人 还有严教授 还有听众 观众朋友们 以及在台北的 建行科技大学 系管系的教授 严建发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听众 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 提醒您 来宾和听众 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您也可以登入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用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 或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 曾经讨论过的话题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